大新的大包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從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從我們看到的是 之前的口罩在缺的時候呢 我OK你先戴 我OK你先用等等的 我們看到的是 那好 你要去釋放這些 不管是誰 發了免費快篩 你要把大家認為 這些排隊的人說是乞丐的話 那你怎麼說這一些 在昨天很多的民進黨的這一些 不管是立委 不管是市議員或是你參選人 去推了這個快篩互助會呢 說我OK 那我們可以先借你 你有急用我們先借你 這本來是一樁好事的 因為真的需要有很多人 是有這樣的聲音出現的 那但是如果今天被 側翼這樣洗的話 那到底我還能不能借 我還要不要拿 我還要不要去爭取 然後連這都是一個 想被當人真的有這麼困難嗎 鄭正錦老師 像那種議員組成什麼互助 就幫忙這種 這種是中等的 他就是說執政黨 他們自己是同一國活的 執政無能搞得民意沸騰 他們當然怕 要趕快在那邊補動 趕快在那邊做一些協助工作 高等的是什麼 你就是民意代表就是監督 不必要等到之前這世紀要上街 你們做一個民意代表 你們一定把問題指出來 你們同黨的你們不敢監督 那高嘉宇還算不錯 可是講的也是 漸漸漸漸漸漸 這種是不敢直接面對問題 趕快在那邊 用提供服務來補足的 那最差的就是剛剛講 我剛剛在問說那個 那個是哪個議員 還敢在那邊講風涼話 你看看 你看看那個動作 你說人家吃飽太贏 老老爽 什麼什麼不得不得 然後為了證明 你看那個動作 他派他的助理下去買 你為什麼不是自己賣 你為什麼不是 因為你有腳有手 你的腳主要很多 你連這種事情 你都可以派個手下去 那你覺得他們每天 一個人要顧全家 還顧一隻車 還顧生理 我再問一個問題 他們剛剛有個說提到說 有個自圓車司機 晚上都不敢回家 怕帶回去 用到小孩 陳時中有這個顧慮嗎 民進黨的高官有這個顧慮嗎 每天也兩聲兩聲回去 他們要顧得好 他們永遠沒有這個焦慮 他們不知道那個痛苦是什麼 我因為前陣子 大媽那個三立的錢 已經走掉那個林昆海 他們就告我 我禮拜四到內湖分局 去做筆錄 他們在做筆錄 都很安靜這樣 忽然這樣 大家就這樣 為什麼 一個女僱員進來說 學校有個小孩確診 每個都這樣 牽牽滾就對了 那個氣氛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大家焦慮緊張 開始講來講去 有去吃青棺 你看看那種 我當場感覺到 一下子爆開來那種感覺 這就是基層 這是一半老百姓的生活 你們這些民進黨 你們知道什麼嗎 他們在這個上去抗議的時候 晚上有一些媒體來講說 這個人是幾家林家榮 你是什麼 他們參與你們的黨內提名 鬥爭是不是 他們是什麼意思 這家又貪 然後又要又壞 我跟彭先生 我跟你講 記層設置機還沒有主公會 我當時勞工記者 四十年前我就在跑 就認識他們 這些人當時起來 都是反對國民黨 很多當時都是支持民進黨的 你今天就讓他支持林家榮 也是支持日本綠的 重點是你轉移焦點 你抹黑他們 你貶抑他們 你貶抑他們 結論 第一個今天 你陳時中在對聯合 在對外的投訴講說怎麼樣 這次政策要回歸到正常生活 如果正常生活是目標 你想想看 剛剛這個李偉爾提到 每一個怕你出門方釋 就叫林家榮做主宰 你就會促進經濟生活的活動 我今天要出門 畢竟出現不知道 第一步 只想說什麼 坐隔壁車就不安全 他就沒有辦法過正常生活 他沒有辦法過正常生活 繼承司機就是沒有正常的收入 他們就沒有正常的很多搭客 你的政策目標 要吹穩健開放 積極防疫 要回歸正常生活 你有做到嗎 所以你第一個你政策轉變 剛剛彭先生有提到說 你難道都沒有準備嗎 這是你的責任 好 你今天責任沒有盡到 讓百姓受苦 百姓已經要得花成本上街 他們上街抗議 我是以前 不是我催你 我是抗議專家 我天天上街頭 要成本 要開爛 那天不用偷談 這些底層的天天吃馬上撐著 好 跟你警示的時候 就回到你的態度 那態度 不然你也比較自己姿態 他反擊 他動側翼 甚至民意代表還在那邊抹黑他們 說你們這樣 太強了 百八塊買不去 假的 然後還有那種說他們是涉入到 可是不是 在搞誠實中 給誠實中難看 後面是要幫林佳龍 我說你們這些簡直是 你不但不支持 你不但不體恤人家的痛苦 你還敢打擊 如果這些家傭真的是 對 心裁不拐 射入這個 不鬼射入政策 被你們罵沒問題 這些人都是 這些基層百姓 都是為了生活奔波的 已經忍不住才上去跟你們講 還要讓你們照探 你民進黨在什麼 你是百風神 你是怎麼不怕擁人 你是全世界最擁人的 你們這些新生代的 你們這些拿到權力了 你們以前的前輩還要上街 還要拚命 你們驚人家 順風順水 跟著他們吃香喝辣的 在你們指點江山 看到八星的艱苦的時候 你不但不來第一山 跟他站在那裡 你覺得還在那裡打 跟他做打手 實在是不可以看到民進黨 你這次實在是 這麼老闆 這麼欲笑 我是說陳時中 我再講一遍 520到了 蔡英文你如果沒給他換下來 我們就把蔡英文換下來 我再講一遍 520之前陳時中沒有換下來 我們就要把蔡英文 把民進黨這個掙錢拿下來 太過分了 我們感謝我們的Lensling 網友斗內說 這塔利班側翼組織 解決問題的方法 已經從處理 去提出問題的人 進化成直接處理掉 這些解決問題的人 蔡依依國策 你們要自立自強 才是真正的超前部署 佩服佩服 感謝Lensling的斗內 我們要讓大家看看 是怎麼洗的 昨天兩位也都在現場 然後兩位在昨天 為什麼我們特別請到 兩位都一起 要特別來上我們節目 兩位都被洗了很多 不同的身份 李先生 他被昨天一個莫名其妙的 據消息指出 也沒有說消息來源是誰 就是說你曾經過去 是舉薦過林佳龍選北市 就換了一篇側翼 這時候發現不對勁 你從舉薦林佳龍選北市 你突然變成了參加過民眾黨智庫 座談又立庭蔣萬安 你繳得我好亂啊 我說真的 你等一下可能要表態一下 因為我真不知道 你到底要民眾黨 還是你要蔣萬安 還是你要林佳龍 還是你要黃三三 等一下講清楚 我真的被你繳得很亂 好 再來就是誰 再來就是我們的 對不對 大哥 彭大哥 來 這位發言人彭大哥 是統派新黨黨員 代表新黨參選過台北市議員 好 照片也立刻起底出來了 相關的梗圖 相關的側翼 相關的報導 據知情人士都透露了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